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兒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Diana,你好,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我相信近日大家都有看新聞 我們今天的題目 是醫波拉病毒及生物恐怖戰爭的預防和自然醫療 最近在西非的醫波拉病毒的疫情開始擴散 引起航空界甚至全球的恐慌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過電影 其實現時醫波拉病毒是沒有藥醫 和沒有疫苗可以令到它傳遇 其實我們有什麼可以做到呢 自然醫療方面又是怎樣處理的呢 首先大家都記不記得那齣電影呢 我想電影的名字叫醫波拉病毒 是的 結果是怎樣?記不記得嗎? 把一些人殺光 拿一個燃燒彈 投入醫院那裏 把那些人全部殺光 我相信那齣電影的地點應該是說光果的 其實光果是最近有四次爆發的地方的 那次是否真的這樣來處理呢? 我都不知道 始終是一個電影來的 大家都想知道其實醫波拉是什麼呢? 很簡單的資料上網大家都看到了 我都在Wikipedia維基白波那裏 他有少許中文資料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大家上網都可以找得到的了 醫波拉是一種用來稱呼一群屬於叫做 纖維病毒科的醫波拉病毒 屬下的數種病毒的通用術語 有幾種的 可以導致醫波拉病毒出血異 羅華這種病人可以致人於死 包含數種不同程度的症狀 包括惡心、嘔吐、輻射、皮膚改變 膚色改變、全身酸痛、體內出血、體外出血、發燒等等 感染者的症狀與同為纖維病毒科的 馬爾貝病毒極為相似的Mauberg 馬爾貝是另一種相似的病毒 具有50-90%的致死率 致死原因主要是中風心機緊了 低血容量性的休克 以及多發性器官的衰竭 這種病毒以非洲、江國、民主共和國的伊波拉河名名 這個國以前曾經叫做薩爾 這個地方是接近首次爆發的部落 江國仍然是最近四次爆發的地方 包括2005年5月的一次大流行 伊波拉是一種人速共通的病毒 通常是藉由體液、黏膜、皮膚的接觸造成感染 雖然世界衛生組織已經過去苦心研究 但到今為止都未能辨認出任何有能力在爆發時 存活的動物宿主 即是如何來都不知道 目前認為蝙蝠是一種病毒可能的元宿主 因為伊波拉的致命力 加上目前仍未有任何滅苗被證實有效 伊波拉被列為生物性危害第四級病毒 亦視為生物恐怖主義的工具之一 醫生聽起來伊波拉病毒真的很恐怖 伊波拉病毒好像有幾個品種 可不可以說說他們不同的症狀 和他們的死亡率 目前我們所知道的伊波拉病毒 雖然大部分都是在非洲國家 暫時目前來講是在非洲國家為主 但都有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認為可能有不同的品種 第一個就是薩爾伊波拉病毒 這個病毒有高達90%的致死率 在流行地區的死亡率 1976年是88% 1977年是100% 1994年是59% 1995年是81% 1996年是73% 2001年至2002年是80% 2003年是90% 2007年平均是83% 非常之高 1976年8月26日 首次在薩爾北邊城鎮爆發 第一個個案紀錄是一個44歲的教師 當時他有高消 被診斷疑似好像藥質感染 因為在非洲藥質是很普遍的 於是便接受了乖寧注射的治療 這位病人每天都要回醫院就診觀察 一天一個星期之後 就惡化成為一個無法控制的嘔吐 大血的輻射 頭痛 那個雲緩伴隨的呼吸困難 正開始就口鼻 直腸裡面多處都開始出血 到9月18日就過世 整個病情僅僅是大約兩週 沒多久之後 有很多病患者帶著相似的症狀就醫 包括發燒 頭痛 這兩個最主要 肌肉痛 關節痛 疲倦 惡心 緩暈 紛暈 這種 這種的 常帶就發展成為一個 大血的輻射 記住 臥血 嚴重的嘔吐 和多發性的出血 初期傳染可能 因為是重複使用 未曾經過消毒的針筒 後來 就繼續傳染的主要是明顯的患病的時候 在沒有適當的安全措施之下 就受到病毒的侵襲 或者傳統的埋葬 前置作業的清洗過程 因為那邊 他們可能有一個很粗的 很簡粗的方法 處理埋葬的死屍 他認為可能是這個原因 好了 這個就是薩爾伊波拉病毒 蘇達伊波拉病毒 在1974年 首次是一個蘇丹棉花廠工人發現的 而教人說出 這個工人 應該在工廠中 或者附近接觸到 那個大原生物的宿主 但在檢察過的工廠附近的動物 和昆蟲 亦都一無所獲 到底那個大原宿主 是什麼呢 都未知 第二個病例 就是一個住在蘇丹夜店的負責人 當時醫院用盡所有方法 醫療都無效 最終都是宣告不治的 醫療人員在治療的時候 亦都沒有適當的防護措施 導致病毒傳遍醫院發生一個大爆發 在醫院裡面很多人都感染到的 最近的爆發發生在2004年5月 2004年5月 蘇丹的Yabro院 回報了20個病例 並且有5人死亡 疾病管理局在幾天之後 確認這個病例 應該是蘇丹伊波拉 輪間國家 比如烏干達 江國 也增加邊界首位 以控制病情 1976年的蘇丹伊波拉 平均死亡率是53% 1978年是68% 到2000至2010年是53% 平均死亡率是53.76% 另外一個 就叫做雷爾頓伊波拉病毒 也就是非洲另一個地方 對不起 這是1986年 1989年11月 首次一群在菲律賓進口 到美國維珍尼亞州的 雷爾頓的食蟹猴 一種身上發現 這種病毒對猴子 有很高的致死率 但對人類並沒有致命性 1990年2月 雷爾頓伊波拉病毒 再次在雷爾頓 德州和菲律賓爆發 其他國家都有 1992年1996年 很多病例 在意大利 托斯卡納和德州發現 所有感染的猴脊 出現和被猿猴出血液 類似的症狀 在這兩次襲擊之中 沒有什麼人類受到感染 對不起 人類就沒有在一個猴子 在其他國家 在非洲以外的國家出現過 接著 那個象牙海岸的伊波拉病毒 這個品種 首先在象牙海外的 塔斯國家公園發現 1994年11月1日 兩隻黑猩猩的屍體 在森林被發現 檢查驗人員發現 在心臟的血液 是中式和已經液化的 通常 屍體的血液 在死亡十幾個小時之下 會完全凝固 是不會液化的 不會變成流質的 是液化的 內臟的外觀 沒有什麼明顯的痕跡 肺中充滿血液 從黑猩猩身上 採取到的組織顯示 這個病毒和蘇丹伊波拉 以及1976年爆發的 薩爾伊波拉很相似 1994年之後 很多死亡的黑猩猩被發現 科學家用很多方法 對病毒進行檢測 感染的來源 都認為被一隻黑猩猩捕食 或者帶有病毒的猶猴開始 執行屍體檢測的其中一個科學家 也自己感染了病毒 他出現了類似 像登革疫的症狀 一個星期之後 就送回瑞士治療 兩個星期之後出院 在感染病毒之後 第六個星期就完全康復 這位科學家 我覺得應該是瑞士的科學家 一般來說 伊波拉病毒的症狀是怎樣的 症狀是因人而異的 會突然出現 最初的症狀包括發高燒 最少是攝氏38.8度 或者是華氏101度 嚴重的頭痛、肌肉、關節和腹部的腫痛 嚴重的發力和疲倦 嚴嚴喉喉嚨痛、作嘔頭暈 懷疑疫症爆發之前 早期的症狀很多時候 會被錯誤診斷為 弱疾、傷寒、肋疾、感冒 或者其他細菌感染 因為這些病都比較常見 伊波拉病毒 進而導致 輻射深色或者大血的分別 咖啡色的吐血 因為血管漲大而眼睛變紅 因為皮下出血 皮膚出現紅斑、斑幽疹、指斑和內出血 身體任何孔都可以出血 包括鼻、口、肝門、伸直器官 或者是針孔 其他症狀包括低血壓 低於500毫米的拱 低血容量、心跪、體內血 氣管嚴重受損 尤其是腎、皮、肝 並導致蔓延性的全身壞死 以及蛋白尿 由病化開始到死亡 通常是因為低血容量性的休克 以及撞氣的衰竭 通常是7至14天 病後第二星期 病人一是退消 一是出現多於器官衰退 可以這樣說 一是好得回來 自己好回來 一是死亡 嗯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來繼續自然的發言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資源、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歡迎回來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伊波拉病毒及生物恐怖戰爭的預防和自然醫療 有些人會想 剛才我講大概多久時間 會知道這個症狀會出現 我所謂的潛伏期 典型的伊波拉病毒 出血液的潛伏期大概是2至21天 你感染了之後 可能未有症狀 所以有些問題就是這樣 有些人因此以為自己沒有事搭飛機 最近大家上網 有時都看到很多這方面的新聞都有報道 有些人在疫症出現的地方 就走出來 戴著口罩 就當是預防了 坐飛機 其實就是怕了這些情況 傳播的方式 通常是體液的傳染 空氣的傳染 但它只能夠生存一段時間 這個很重要的 剛才所看到 伊波拉病毒 其實它那個病毒本身 自己不會生存太久 如果你將它隔離之後 它很大機會 自己會自己死亡 自己會停止 所以暫時可以看到 雖然那個伊波拉病毒 一出現 人們受感 人們死得很快 但很快 它自動離開了 其實很有趣 很多病毒 我們都會看到這個情況 就算是沙士 都是自己走的 因為沒有藥可有效 因為始終 很多病毒 起碼是西醫的角度來看 這些病毒的生存時間 是會有限的 但在自然醫療裡面 有時就不是這樣看 我經常說 物先赴又重新 即是環境變了之後 其實很多這些所謂的病 其實都不能夠出現得到 好了 那預防方面 通常都是這樣 在流行地區 就避免接觸 以及食用的果腹 那個猿猴的野生動物 第二 就避免接觸 被感染的人 或者屍體的血液 分泌物 器官 精液 都可能被污染的環境 病人當然要禁止性行為 直到確定精液是沒有病毒為止 醫護人員 通常警覺提高 就要穿了防護設施 整件衣服 你看到 連空氣都隔累了 實施感染的控制 好了 現時的醫療方面 即是有沒有有效的方法 來治療 可以這樣說 目前為止 我們用一種唯一的對抗方法 是註写 NPC-1的阻移劑 那麼 這個 Everline病毒 是需要透過NPC-1 進入細胞盒 進行自身複製的 用這個就是阻止它 希望可以阻止它 蔓延 因為大部分這些爆發 都是短暫的 你阻止一會兒 也有幫助 這個就是唯一暫時用的方法 疫苗方面 也沒有辦法知道有效的疫苗 當然 在治療方面 始終在疫症的地方 譬如海牙流傳了一種方法 它是將牛的尿 煮過之後 來飲用 但當然 目前還未曾有科學的證實 即是 有沒有效呢 我們都不知道 我相信 應該是有效的 但為什麼 我們都未曾在西方的醫療角度 去證實它 大家都知道 它都不會有興趣去證實 這個 用牛療都可以醫治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問題是在這方面 袁醫生 醫波拉病毒的死亡率是這麼高 有90-100% 在自然醫療方面 有什麼可以幫助呢 在我們的自然醫療 我們會用同學療法 去處理它 同學療法 裡面 我們都會針對病徵 通常現在 我們所看到的病徵 就是發燒 頭痛 然後 作嘔 悶 然後 流血 可以說 眼流血 牙根流血 鼻瓜流血 黑的血 嘔出來 然後 器官衰退 好 在同學療法 有沒有類似這種症狀的療劑呢 其實我們都會有的 我們用一個叫做 Crotelus horitis Crotelus horitis 其實是一種 響尾蛇 是一種森林的響尾蛇毒 我用這個療劑是服用的 大家都知道 響尾蛇 很明顯 如果那些人是被響尾蛇咬到 中毒 通常可能會測孔流血 是吧 在同學療法 我們稱為同類相似 中國人所認識的 語毒公毒 其實概念就是同類相似 這個概念 好了 我們看看 在同學療法的 本草項目裡面 記載 Timber Rattlesig Horitis Horitis 這個症狀 其實是可以治療很多病的 包括 Horitis Horitis 其實他過去也都醫了 Burbonic Plates Burbonic Plates 就是黑死病 鼠液 我相信 那種病的病症 都是有七孔流血的症狀 還有黃熱病 Yellow Fever 這一類的 還有黑死病 Plate 這一類的 看回我們的記錄 還有我們的資料 通常 它有什麼症狀呢 醫治內部的 內部 中毒 血毒的症狀 很明顯 通常 身體的血 就會被它分化 導致出血 以及黃膽 還有 身體每一個孔道 都會出血 七孔流血 甚至皮膚都會出血 通常 這些病的滲 是慢慢滲出來 滲出來的血是黑的 稀的 不會凝結的 通常 身體所有的孔道都會有機會出 尤其是喉嚨方面 就是吐血 甚至乎 我們的毛孔 都會滲血 這就是我們 很明顯的症狀 會在這方面 還有 它發現 不單止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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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膜膜都會出血 所以 變成眼眉紅 我剛才看到的症狀 視膜膜都會出血 皮膚當然變成灰灰黃黃 在這方面 你看到 這是我們所謂的 以毒攻毒的症狀 同學療法 這是一個 最主要的療劑 當然 在同學療法的醫學 我們醫學的紀錄 其實除了 除了 除了 那個 響尾蛇毒之外 有其他的療劑 都有幫助 譬如 新 生癌 Bactesia Bactesia 也是一種 一種草藥 Bactesia 我們就是 叫做 野定草 Bactesia tentoria 是野定草 Wild Indigo 還有就是Catmine Catmine Catmine 修肥 柳化甲 Catmine 修肥 西班牙 Vinan Canteras Carbovesh Carbovesh 是植物的碳 以及China 是金雞納箱 蛇毒 南美蛇毒 Lekesis 南美蛇毒 拱 水銀 鱗型的人 和硫黄酸 同樣的疗法 可以這樣說 也有十幾個疗劑 但其中 響尾蛇毒 的症型 似乎是最吻合的 通常在遇到這個情況 我們會用 如何使用呢 我會用 紫椎花 和森林響尾蛇毒 去使用 但有時候 遇到病的時候 我當然會用得密一點 通常會用30C 但如果是一種預防 如果我們發現 有這種情況 我們很可能 每個星期 就用 紫椎花 抽取物液 和療劑 一個星期 用一次 當作一種預防 每個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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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天吃兩次 這個方法 除了同類療劑 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工具 例如草藥 營養素 對伊波拉病毒 的預防有幫助 大家都知道 在同類療法 有一個金盞花 有時候 用金盞花液 去處理皮膚 如果有機會看到 一些相片 有些伊波拉病毒的病者 皮膚 簡直是 爆了血泡 這樣走出來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去處理皮膚 通常很簡單 混水 稀釋了之後 來清洗 任何皮膚的傷口 另一個就是 Manuka Honey 紐西蘭的蜜糖 可以處理農泡 或者細菌感染 通常是局部使用 還有一種泥 叫Pascal Light Clay 一種泥 這種泥可以排毒 我們以前也介紹過 我們在健康店也有 買了很久 這個可以把病原 在身體上清除 有時候我們會將它混合 金盞花 Calentula Manuka Honey 加些水 加上 Pascal Light 這種黏土 塗在身上 通常一直保持濕度 好了 我們知道 Ekenasia 紫綠花 紫綠花 是可以幫助血中毒 任何皮膚感染的問題 你也可以內服或者外塗 還有椰子油和椰子汁 清椰汁 這個可以清除血液 幫助我們消滅這些病源 我們也知道椰子汁 可以很快補充身體的水分 那時候 有時候有些人用來做 血清 有時候沒有辦法做 血清 有些人用椰青 椰青汁 代替了血清的 我們可以塗在傷口上 也當然可以飲用 最重要是使用一些有機 好 同樣的疗法 有另一個疗劑 叫做Biocianamum Biocianamum 這個疗劑 通常是用來處理傷口 有些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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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疙瘩後會很肉酸 這個方法 這個疗劑 可以幫你清除這些疙瘩 這個疗劑 很難翻譯 叫做Biocianamum 這是同樣的疗劑 同樣的疗劑 T-H-I-O-S-I-N-A-M-I-N-U-M Biocianamum 這個都不是常用的 但如果有這樣的需要 可以使用 還有一些 這是海底裡的一種背殼的植物 叫做Diatomaceous Earth 這種背殼的動物 可以使用來排毒 血排毒和清肝毒 有很多重金屬 還有很多生物的毒素可以清洗 通常都是用一些Food Gray 最重要 Food Gray 那種Diatomaceous Earth 其實Diatom是海洋裡的一種微生物 它寫完之後 身體有一種鈣的殼 通常是用來混水飲 用來水 用來排毒 當然其他方面 譬如蒜 大蒜 膠性銀 海鹽 梳打粉 Oregon Oil 香薰油 橄欖液精華 還有炭灰 活化的炭灰 和Epicad 這些方面都是一種自然的工具 對付症狀 其實我看治療裡面 在現時的西醫 都沒有殺病毒的藥 都是靠你的身體自己好的 只不過是對付你的症狀 用你的工具來舒服當時的症狀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來繼續自然療法原理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 三個W多 H-E-A-L-T-H-S-H-O-P-DOT-COM-DOT-H-K 歡迎回來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伊波拉病毒及生物恐怖戰爭的預防和自然醫療 那袁醫生 除了伊波拉病毒之外 還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其他有關於生物恐怖戰爭用的病毒 例如是碳追病毒 例如安菲拉病毒 大家可以看看之前的報道 有些人會送一些安菲拉病毒的粉末 接觸之後 作為一種攻擊的武器 生物武器 安菲拉病毒 是碳追病 症狀是一種細菌的感染 症狀是很像感冒症狀 接著呢 就出現一些皮膚 出現一種腐蝕性 皮膚的癢症狀 黑了 如果你聞到這些碳追 菌呢 會導致呼吸困難 肺炎 憂黑 以及昏迷 甚至於死亡 腸胃的碳追症狀 就會包括 吐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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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之不安 口渴 焦慮 恐慌 血中毒 以及最終死亡 可以看到這些症狀是很嚴重的 好了 在糖尿療法裏面 我們有什麼工具 我們主要用兩種常用的工具 第一個就叫Amphexenum 你聽過的名字 Amphexenum 很明顯是由碳追病病菌 做出來的療劑 我所謂叫做以毒攻毒 另外的療劑就是 Ascenicum album 或者生癌 其實生癌症狀 是很像我曾經所最熟的這種症狀 這是兩個主要的療劑 除了這兩個 Ascenicum 和Ascenicum album 對付Amphexenum 是碳追病的病毒 有其他療劑 例如南美蛇毒 Lecasus Pyrogenium 這是一種熱血的 導致身體發熱的病菌 又是以毒攻毒 接著就是Tarentio cubensis 就是古巴的毛蜘蛛 大家都看到 古巴的毛蜘蛛 還有鱗 和Bryonia Bryonia Bryonia 有一個簡單的療法 經常用在白蛇根 用在嚴重的感冒 流感等症狀 袁爾先生 我知道天花 都是其中一種 生物恐怖戰爭用過的東西 那它的症狀是怎樣 又怎樣處理呢 大家都知道 天花很明顯 有豆皮 很明顯是皮膚出了水泡 之後 身體出現了紫疹 高燒 然後很多一粒粒的濃泡 皮膚 那些水泡 通常 皮膚感染之後 可能會出血 甚至死亡 同樣療法的療劑 有一個叫做 Variolinum Variolinum 很有趣 又是用天花 水泡 刮出來的一個療劑 也可以這樣選擇 簡單來說 叫做 以毒攻毒 Variolinum 這個療劑 是在馬裡的汗液 製造出來的 這麼不易 還有一些 譬如 沙沙斯巴拉拉 沙沙斯巴拉拉 這個就比較普通 是叫做 羊筆計 White Licorice 這個沙沙斯巴拉拉 通常跟皮膚的物質很好 還有 這個療劑 Suella T-H-U-J-A Suella 這個是質泡 還有 最後是Bactisia 我剛才所說過 Bactisia 就是野定草 這些對付 這個 我們叫做 天花 如果天花 其實是否要 不要藥醫 其實不是 通過療法 有很多方法 那鼠液黑死病呢? 我們叫做 Plate 有Bulbonic plate 曾經都是 好像伊波拉拉 死的人很多 通常 它的症狀 皮膚上 會有些很大的 皮膚上 在臨巴結上的皮膚 很多 有些濃泡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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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些 會 襲擊我們 那個肺 出現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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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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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類 都是很容易 導致很高的死亡率 那 同的療法 裏面 有一種療劑 是Pasdenum 又是 以毒攻毒的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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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的 那種 那種 物質 來做一個療劑 那 還有 就是 我剛才所提及的 就是 Croterius horitis 那這個就是 那是什麼呢 就是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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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對出血性的問題 所以任何有 有些 疫症 有身體會出 五孔流血 都是用這個主要療劑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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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是一種 肺炎性的 那 黑死病 那 主要療劑 那 這呢 那 那 如果 毒 乾菌呢 那 那 有 都 通常有些罐头脏了有气 通常我们都知道不可以吃的 因为里面有这种菌 症状方面通常人的步伐是满山 走来不稳定 人的神志不清、头痛 眼眸、双影、眼盖、嘘嘘嘘口 咽吞有困难、口干 发现肌肉慢慢向下无力 疗法很有趣 以毒攻毒 用回Bortulinum 即是用回疗剂 这种病毒来做的疗剂 除此之后 疗剂对流感的症状是很适合的 眼睛嘚嘚嘚 头重重 头痛 人温温等等 这就是黄素氢 Gelcemium Yerogazmin 这也是很适合的疗剂 接下来是Ascenicum Elvin 白山癌 Beladonna Beladonna 这个很常用得着的 叫做边茄 边茄 交替这些其他的疗剂 例如Bortulinum 直至到症状完全消失为止 袁医生 对于这些病毒 我们是有的时候先去处理它 还是可以预防? 我曾经跟大家谈及几个重要的疗剂 通常我们可以买好疗剂 有30C 这个在我们的诊所都买得到 买了30C的疗剂 如果你发现真的有危机 可能真的有些事情在发生中 我就拿这个疗剂很简单 就不用吃着 就这样打开盖 去闻一闻锁一锁一锁就行 这个疗剂有时候很难想像 其实因为它是一种能量 你的能量吸到吸一吸 你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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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 就可以当为一种简单的预防方法 水剂和糖剂都是 水剂和糖剂都是 对无也 teaspoon 水剂和糖剂都 Import fresh 水剂 水是水剂 水剂度的水剂 可以通常用 açıl完 所以联剂会使用可能免费 我们在除总 OVER 疗剂 管理这类 Żin Com tuna 危机之下可以做一种预防 当然如果你有事的时候就直接服饭服食 这个就是我们的很好用的 可以很安全的 亦都相信就不用让人感觉是这么无奈 遇到这些情况 其实在自然界有很多有效的医疗工具 今天很多谢袁医生和我们分享了 这么多关于伊波拉病毒和生物恐怖战争的东西 如果有今次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和袁医生回诊 25773798 如果想重回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wadio.com 谢谢袁医生今天的分享 好 多谢 拜拜